今天早上我们来诗人座 因为今天是吹角节 从昨天晚上六点到今天黄昏 是吹角日 我们一会儿要在电当中吹角 等一下我们在电中也吹角 那今天早上读经就读到《猎王记》上第九章 第八章我讲到领寿2021犹太五七八二年的吹角节的恩典 上一章我讲到是领寿犹太历五七八二 我们现在2021吹角节神的恩典 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满有神同在的开始 当圣殿该好了 电里面是充满云彩 神的荣光在电里面充满 但是这个云彩神的同在是否可以继续下去呢 我们当看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 当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 我们看到不是的 最后以色列人是亡国被弩 最后以色列人是亡国被弩 所以我们一路讲的就是 《猎王记上》 我们一直讲《猎王记上》 上下和《猎王记上下》 都是讲《猎王记上下》 《猎王上下》 都是讲到《猎王的历史》 是被弩后所编辑成书的 就是被弩后他们来反省 为什么我们会有王国呢 为什么我们有王国 在《猎王记上下》 就是《猎王记上下》 那来到《猎王记上下》 我们看到所罗门这么兴旺 圣殿也建好了 神很同在 神也向所罗门显现 那为什么最后又会被弩呢 反省这段历史之后 看到神其实是 他的本性 他的本质是什么 那反省这段历史 我们就看到神的本性 本质是怎么样 为什么神的荣耀 不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到永远呢 神都 他的魂彩 他的荣光 都在那个殿里面显明了 神的荣彩荣光 都在殿里面显明 为什么来到 后来就是没有了呢 那为什么到后来就没有呢 以色列人他们在被弩当中 他们再次去思想 那以色列人在被弩当中 他们再次来思想 到今天 在我们今天2021年 在吹国节的时候 神也都让这段经文 给我们来思想 是否神的荣光 不可以last forever呢 是否神的荣光 就不可以持续到永远呢 这个答案真的很难讲 从历史上来说 是没有可能 从历史上来看 是没有可能 以色列人做不到 以色列人没做到 但是 神要做 祂都可以做到 但是如果神要做 祂还是可以做的 所以我们见到最后 是神的荣耀 在以色列书的时候 神的荣耀 离开耶路撒冷 所以在以色列书的时候 我们看到神的荣耀 离开耶路撒冷 当我们再看以色列书的时候 当我们再看以色列书的时候 神的灵带以色列书去到圣殿里面 以色列书看到神的荣耀 离开自圣所 去到圣殿门槛的地方 一直往回看 神的荣耀不要离开 不舍得离开 但是再看下去 神的荣耀最后 都离开圣殿 神的荣耀最后 还是离开圣殿 从停在门槛的地方 飞到城墙 到城墙那里 再来 就去到橄榄山 然后就到了橄榄山 然后上天 然后升上天 不见了 就不在了 是讲神的荣耀离开 是讲神的荣耀离开 在所罗门建殿的时候 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充满 在所罗门建殿的时候 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充满 有云彩有荣耀 那为什么这荣耀 到了以西结书的时候 他们亡国了 他们荣耀就要离开了 是什么问题呢 对我们今天来说 我们很追求神的同在 对我们今天来说 我们很追求神的同在 我们相信现在是天地全新的开始 我们现在知道 现在是天地全新的开始 从今年8月13号 从今年8月13号 我们读路加福音最后的一章 我们读路加福音最后一章 安息的头一天 就是七日的头一天 就是七日的头一天 复活的主不断与人同在 复活的主不断与人同在 带领着门徒 带领着门徒 开他们的心跳 让他们明白圣经 让他们显然 和他们一起抹饼 让他们显现 给他们剥饼 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主已经为我们死了 主已经为我们死了 祂复活了 祂复活了 祂礼拜五的时候 是上十字架被钉 然后经过两晚了 礼拜五晚 礼拜六晚 然后经过两个晚上 礼拜五晚 礼拜六晚 第三天复活了 圣经称之为 安息的头一日 圣经称之为安息的头一日 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而且这个头一日 是与神连结的 而且这头一日 是与神连结的 因为看到安息 就是连结的意思 我们看见安息 就是连结的意思 就是神要与我们连结了 就是神要与我们连结 神的荣耀在这里 神的荣耀在这里 和门徒一起 这个是复活主 我今天也都相信 复活主是与我们一起 到今天我们也相信 复活主是与我们一起的 神也让我们 天地有一个新的开始 神也让我们 有一个天地的新开始 我们凭着圣灵 我们进入这个新的开始里面 那神要给我们的同在 这个新的开始 其实神是很同在的 这个同在 我们是否能够 永远保持下去呢 这同在是否我们 可以永远保持下去呢 我们又回到 以色列人的问题了 我们要回到 以色列人的问题 神与所罗门同在 神与所罗门同在 充满 他的荣光充满圣殿 他的荣光充满圣殿 是否可以一路 让这个王朝 一路发展下去 神的荣耀都在这里呢 是否这王朝一直发现 下去 神的同在都仍在呢 对于所罗门来说 我们知道了 对于所罗门 我们知道 他们的历史过去 他们历史过去了 以色列亡国被掳了 甚至亡国了两千年 对于所罗门来说 就是这个荣耀 没有办法继续的 对于所罗门说 这个荣耀是没办法继续的 对我们来说 今天呢 对我们今天来说 我们要从这段历史 拿到教训 我们要从这段历史 学到教训 让神的荣耀 继续在我们中间 让神的荣耀 继续在我们中间 这二十年来 我们很感谢神 这二十年来 我们很感谢神 神很同在 神很同在 很同在 无论什么环境 神都与我们同在 无论怎么样的环境 神都与我们同在 我们怎样让神的荣耀 继续下去呢 我们怎样让神的荣耀 继续下去呢 现在我和师母 和我们整个的同工团队 顶姐妹 我们常常都经历神 现在我和师母 我们整个同工团队 都常常经历神 来到吹国节 今年是什么 我们又读到吹国节的经文 真是太神奇了 来到今年吹角节 我们又读到吹角节的经文 上礼拜五啦 今天啦 上礼拜五今天 列王记上第八第九章 列王记上第八第九章 原来神是要提醒我们 让祂的荣耀继续保存下去 让祂的荣耀继续持续下去 我们要从这章圣经 甚至列王记上 学到这个教训 我们要从这章圣经 甚至整个列王记上 我给列王记上第九章的标题是 我给列王记上第九章的标题是 要紧紧跟随神 不要失去神同在的荣光 不要失去神同在的荣光 要紧紧跟随神 不要失去神同在的荣光 不要失去神同在的荣光 这二十年来 是神的荣光不断在我们当中 是神的荣光不断地在我们中间 祂带领我们经过SARS 又带领我们现在要经过这个COVID-19 祂带领我们经过SARS 现在要带领我们过这个COVID-19 我特别想起2019年年底的时候 我特别想到2019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在船上 昨天一家就抽到三只袜子 我们在游轮上 昨天一家抽到三只袜子吗 刚刚现在又讲到他们 现在又讲到他们 又是他们起来讲到 他们刚好起来讲到 他们就讲到三只袜子 就是2019年的年底组长退休 我们上了游轮 我们上游轮玩得很开心 我们上游轮玩得很开心 然后我们上岸的时候 我们才一颜汗 好像从大患难中出来 因为原来有COVID-19 因为在船上 和很多国内的人 我们在国内上船 我们在船上有很多国内的人 我们是从国内上船 那时候是从国内爆发的 COVID-19 那时候是从国内爆发的 我们很感谢神 神真是保守我们 我们真的很感谢神 因为神真保守我们 我们是很有恩典 我们是很有恩典 来到今天 香港面对很大的艰难 香港面对很大的艰难 是各种的运动 各种的运动 还有是 现在各方面的政策 现在各方面的政策 很多人对 很多人对现时社会的 政府等等的反应 很多人对现在的政府 社会有反应 其实都是 社会里面的张力都是很大 也有很多人移民 但是感谢神 我们仍然在神的同在当中 我们仍然紧贴着神的同在 我们仍然紧贴着神的同在 我们被这个世界所拉来拉去 不被这个世界拉来拉去 不因这个世界而变色 不因这个世界的状况 我们而被拉走 不因这个世界的状况而被拉走 神的同在仍然在 神的同在仍然在 神的荣光仍然在 神的荣光仍然在 当我们礼拜五 是讲吹角的时候 当我们礼拜五讲吹角的时候 神的荣光充满 有云彩 那是第八章 我们来再看第八章 第八章第十节 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 有云充满耶和华的电 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公职 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电 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 有云充满耶和华的电 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公子 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电 上个礼拜我将荣光混入了 上个礼拜我们把荣光运进来 停在这里 我要让大家看到 我要让大家看见 神的贵在灵里 在这个地方 神的贵 在灵里面是在这里 也是在你的心中 进来了 神的电充满云 和神的荣光 神的电充满云彩和神的荣光 而在礼拜五的时候 大家看到一个自然的景象 而礼拜五大家看到一个自然的景象 在西边 在西边 有一个叫柱木光 有叫鼠木 雾光 柱光是柱 日落的雾光 木 属木 对了 就是出现了 出现了 很难得的 那是很难得的 接着呢 礼拜六第二天 就在东边 就从东边 就出现 反属木光 连续两天 两天 接下来两天 我们就想去哪里吹角 神告诉我们吹角了 新开始了 神的云彩在 我们很开心 但我们怎样让神的荣光 继续拖带我们 我们怎样神的云光继续拖带我们 我可以这么说 从世俗来说 有神的荣耀同在 我们逢空化吉 用世俗的话来讲 有神的同在 我们逢凶化吉 大吉大利 大吉大利 是不是 这些是世俗人所追求的 这是世俗的人追求的 但我们知道 我们不是追求什么吉什么利 我们追求神要同在 但我们知道 我们追求的不是吉 不是利 是神的同在 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同在 我们就满足了 我们就满足了 弟兄姊妹 我们要紧紧跟随神 弟兄姊妹 我们要紧紧跟随神 不要失去神的荣耀 不要失去神的荣耀 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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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一定要有改变 但是我们一定要有改变 我们人性里面 软弱的部分 我们要改变 我们人性里面软弱的部分 我们一定要改变 我们今天第九章的经文 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第九章的经文 我将它分为两大段 我们把它分成两大段 第一节至到第九节 一到九节 神第二次显然 神第二次显现 是警告 这是所罗门看到神的第二次显现 这是所罗门看见神第二次向祂显现 我们来看第一次的显现 我们来看第一次的显现 是在第三章 是在第三章 祂在机片那个地方来献祭 第五节 在机片夜间 梦中夜晚 向所罗门显现 第五节 在机片夜间梦中 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 跟祂说 你愿意我赐你什么呢 你可以求 祂就向神求智慧 于是神就赐他聪明智慧 付足尊名 付足尊荣 但是也提醒他 第十四节 你又效法 你父亲大位遵行我的道 紧守我的律例 戒明我必使你长寿 十四节 你若效法你父亲大位 遵行我的道 请受我的律例诫命 我必使你长寿 那是一个祝福 但是当他开始着手见殿的时候 但是他开始着手见殿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第六章的首一节 我们就看到六章十一节 皇上的六章十一节 耶和华的话 临到所罗门 说轮到你所建造的殿 你若遵守我的律例 紧守我的典章 遵从我一切的戒命 我必向你庆认 我向你父亲大位所应许的话 耶和华的话 临到所罗门说 轮到你所见的这殿 你若遵行我的律例 紧守我的典章 遵守一切的诫命 我必向你应议我所 应许你父亲大位的话 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 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 之前神向他显然祝福 之前神向他显现祝福他 然后着手见殿 就是过了几年了 然后着手见殿 已经过了几年了 开始见殿的时候 神就跟他说 你要是遵守我的话 神就跟他说 你要遵守我的话 你要跟随我 你要跟随我 我就会住在这个殿里面 我就会住在这个殿中 不会丢弃我民以色列 那里又是开始 神看到所罗门的表现之后 神开始就警告他 神看到所罗门的表现之后 神开始警告他 你现在见这个殿 如果是好的 但是你要遵守我的话 你现在见这个殿是好的 但是你要遵守我的话 我要住在这个地方 我要住在这个地方 就在见殿的中间 那就是在见殿中间 然后来到第九章 神又第二次向他显现 显现的情况是这样的 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 和皇宫并一切 所愿意建造的都缘不了 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 和皇宫并一切 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 用了多久呢 从第十节开始 从第十节开始 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 和皇宫这两所 二十年才完毕了 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 和皇宫这两所 二十年才完毕了 应该是第一节 那个时间 就不止二十年 应该第一节 那个时间不止二十年 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 和皇宫并一切 愿意建造的都缘不了 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 和皇宫并一切 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 从第十节来看 单单建造皇宫 和殿 就二十年了 从第十节来看 单单建造殿 和皇宫已经二十年了 你再看一下第十五节 你看第十五节 所罗门王挑选福苦的人 是为建造耶和华的殿 自己的功 米罗 耶路撒冷的城墙 下索米吉多 并基设 一路去到第十九节 一直到十九节 又建造所有的积货城 并团车王马兵的城 与耶路撒冷 尼巴勒 以及自己治理全国 中所愿意建造的 又建造所有的积货城 并团车和马兵的城 并与耶路撒冷 尼巴勒 以至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愿意建造的 从第十五节开始 建议我的殿 是积质为第一 去到第十九节的 与耶路撒冷 尼巴勒 以及治理全国中所愿意建造的 那里我积败为第十三 就有十三项的project 如果是耶和华的殿 第十五节 那个是第一的话 一直往下数到十九节 到尼巴勒 这边就是有十三座城 所以建造了多久 建造了多久 不知道 只是单单是 殿和王宫 就二十年了 就是殿和王宫 单单就二十年了 二十年后继续建造 继续建造 二十年之后继续建造 而第一节 和第二节 而第一第二节 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这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呢 其实就二十年后 再很久了 就是二十年之后很久 圣殿建完 王宫建完 和所罗门愿意建造的一切 都建完了 就是所罗门所愿意建造的一切 都盖不好了 耶和华就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 如先前在基片向他显现一样 如先前在基片向他显现一样 就是在梦中向他显现 他在梦中向所罗门说话 他来第一次 就是他在基片显现 距离第一次他在基片显现 很多年之后 他并且做了一切的工程 我讲第二次显现的时间点 是很重要 我讲第二次显现的时间点 是很重要 因为第九章里面所记载的东西 分两部分 第一第二节就讲了时间点 一到二节讲了时间点 然后就讲到显现的内容 这个内容究竟是什么时候讲的 那这个内容到底什么时候讲的 原来是他建好工程之后才讲的 原来是在盖好了所有工程之后讲的 不是在工程中间或者之前讲的 不是在工程中间或者之前讲的 其实就是说神已经知道了 看到了所罗门的表现了 神才讲的 在这个地方我给大家知道 是很有恩典 在这里我让大家知道神很有恩典 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了 先讲了他讲什么声 显现了 讲话了 神说我已将你所见的这点分别为圣 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 我的眼 我的心 我的名 都在当中 我会住在这个地方 你若效法你父亲全诚实 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 遵守一切 我所吩咐你的 紧守我的论例地章 我就必兼顾你的国位 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 正如我应许你父大位 你若效法你父大位 存诚实政治的心行在我面前 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 仅守我的律例地章 我就兼顾你的国位 正如我对大位说的 你的子孙必不断人 採以色列的国位 正如我依许你父大位说 你的子孙必不断然 做以色列的国位 先是正面的 如果你效法你父大位 存诚实的心 正直的行在我面前 如果你效法你父大位 存诚实政治的心行在我面前 遵守你的律例典章 律例典章跟随我 我应许你父的事 一定会成就 你和你的子孙 一定会坐在这个国位上 你和你的子孙 一定会坐在这个国位上 但是第六节开始 他有你们和 你们的子孙转去 不跟从我不守 我指示你们的律例 戒命律例 去侍奉敬别成 我就必将以色列人 从我的刺客他们的地上 剪除 剪除 我所分别为圣的 因我命分别为圣的这个点 我必舍弃不顾 而且为我民所分别为圣的这点 我必舍弃不顾 我必使以色列人 在万民中作笑谈 我必使以色列人 在万民中作笑谈 人会惊讶 人会惊讶 然后人必回答 然后人必回答 就是全世界都知道 因为以色列祖列人 因为以色列人 被弃 令他们列祖出埃及的神 去亲近侍奉 去亲近侍奉 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 临到他们 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 领到他们 神在所罗门建议之后 做完所有工程之后 很久很久了 向祂梦中显现 在所罗门建造了所有的工程 很久很久之后 向祂第二次显现 警告祂 你要跟随你父亲大卫的步伐 你要跟随你父亲大卫的步伐 正正直直地跟随我 正正直直地跟随 如果你跟你儿子 离弃我 我就会离弃这个殿 我就会离弃这殿 这个殿是我分别为圣 这殿是我分别为圣 但是我都会离开 但是我还是可以离开 你们会在万民中作笑谈 你们会在万民中作笑谈 我会丢弃你们 我会丢弃你们 全世界都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我丢弃你们 因为你们先丢弃我 因为你先丢弃了我 所以所罗门 所以所罗门 你要效法你父亲大卫 全诚实正直的心 跟随我 不要敬拜事奉偶像 所罗门听着 讲这番话之先 先在建造圣殿的时候 神讲话 在建造圣殿前 神的话领导 在他起来作王之前 在他起来作王之前 神也向他显现第三章 不断跟他讲一个信息 你要传正直诚实的心 跟随 你要诚实正直的心 跟随我 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 那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 神显现 神显现第一次就是 神显现第一次说 你作王是我选择的 我祝福你 你要求什么 第二次神一话临到他 第二次神的话领导他 第六章 你要紧紧地跟随我 第六章 神说你要紧紧跟随我 第九章 经过很久了 神向他显现 你是警告他 你一定要紧紧 全正直的心 跟随我 不要侍奉偶像 否则你所建造的这一切 我都会离开 否则你所建造这一切 我都会离开 这个文我会丢弃 这群的名我会丢弃 这个店我会丢弃 如果你去拜偶像 如果你去拜偶像 经过很久了 神再跟他讲 那我们就看一下 那我们就看到 这段时间里面 所罗门又做了什么呢 这段时间里面 所罗门又做了什么 神向他 临到他 警告他 在见电的过程当中 在见电的过程 神的话临到他 警告他 直至去到 很多工程都完成了 那直到很多工程都完成了 很多年之后 神仍然的继续警告他 他究竟做了什么呢 很多年之后 神仍然警告他 那他到底做了什么呢 神说我赐你智慧 所罗门是否靠着神的智慧去行呢 所罗门有没有靠神的智慧去行呢 从第十节 从第十节 去到二十八节 到二十八节 我们就看到 所罗门 其实是没有智慧的 我们就看到 所罗门其实是没有智慧的 误存诚实的心 他不存诚实的心 去跟随神 以至到最后 神警告他 他有没有听呢 以至到最后 以色列亡国 他之后 以色列国就分裂了 为什么会分裂呢 为什么会分裂 我们觉得当然是罗伯安的问题 我们觉得 当然是罗伯安的问题 是不是 但是罗伯安只不过是所罗门 他的软弱的双倍显现 但是罗伯安只是 所罗门的软弱的双倍显现 为什么耶罗伯安可以起来分裂 整个的 所罗门的王朝呢 为什么耶罗伯安可以起来分裂 整个所罗门王国王朝呢 就是谁呢 我们下文会有交代的 我们下文就会交代的 但是今天我想让大家看到 但是今天我要让大家看见 其实耶罗伯安 其实耶罗伯安 在所罗门建造很多工程的时候 在所罗门建造很多工程的时候 他是一个名人 被所罗门所使用 被所罗门所使用 最后他起来反 反罗伯安 最后他起来反了罗伯安 是所罗门自己的破口所种下来的根 是所罗门自己种下的破口的根 我们看到第十节开始讲 第二大段 第二大段 我给了一个标题 所罗门的不正直 不自慧 我给他的标题是 所罗门的不正直 不智慧 对我来说 我们其实就是要提 这段圣经提醒我们 我们有神的恩典 这段圣经提醒我们 我们有神的恩典 我们六一有神的恩典 我们六一有神的恩典 好像所罗门有神的恩典一样 被神拣选 但是我们从第十节开始 看到所罗门 他一点智慧都没有 但是第十节开始 我们看到所罗门 一点智慧都没有 在这里 你多少看到 罗伯安 的影子 这里你就看到 罗伯安的影子 罗伯安是什么呢 其实所罗门不好得几多了 罗伯安怎么样 其实所罗门也没有什么好很多 罗伯安为什么会这么愚蠢呢 为什么罗伯安这么愚蠢呢 是从他爸爸来的 所以今天我们不要骂儿子 你骂儿子之前要先认错 你骂儿子之前要先认错 儿子你的错都是我的错 儿子你的错就是我的错 我的错是去到你的错 所以爸爸先认错 跟着我要说你都错 所以爸爸先认错 然后再讲你的错 我们大家一起悔改 我们大家一起悔改 这里第十节开始 所罗门建造以后 无皇宫这两所 二十年才完不了 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 和皇宫这两所 二十年才完毕了 这一句话 讲完又讲 这句话讲完又讲 我们读过很多遍 其实就是 他们被捕之后 以色列人的反省 就是他们被捕之后 以色列人的反省 所罗门这样不对 所罗门这样不行 所罗门这样不对 深深的反省 深深的反省 不断的 不断的 捕捕捕捕捕捕捕 其实这个就是 所罗门的软弱 他爱自己多过爱神 他跟从世界多过跟从神 所罗门11节就有括号 所罗门王西南成造 所罗门所要的 资助大乡伯木 宠木和金子 然后就括号 其实就是说 所罗门王将加利利 第20座城 给希兰的一个报酬 然后所罗门就说 把加利利的20座城 给希兰做报酬 希兰照着所罗门所要的 一切资助他 希兰照所罗门所要的一切 都资助他 这一切不单是建造圣殿 这一切不单是建造圣殿 这么多年来要建造所有的 这么多年来要建造所有的 去供应他乡伯木 从木 金子 他供应他乡伯木 从木 其实是很多很多的 所罗门就将加利利 20座城给他 所罗门就把加利利 20座城给他 希罗就出来看 究竟那20座城是什么城呢 希兰就出来看 那20座城到底是怎么样的 他是很有期待的 因为他给的很多 因为他给很多 但是他看完之后 他就不开心了 不兴愿 但是他看完之后 他就不开心了 13座 我兄啊 你给我这事 什么成一呢 十三节就说 我兄啊 你给我的 是什么成一呢 这里应该去 用我们今天的话 来说 就是希兰王 就对所罗门 这么说 大哥啊 就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希兰就对所罗门 说 呃 怎么样 大哥啊 大哥 老兄 你给我的是什么 你给我的是什么 那你都给得出 这样的东西 你也给得出 你给我的根本是 加索 你给我的根本就是 加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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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加布勒的意思 那个是加布勒的意思 就是我给你的是这么多 我给你的是那么多 你给我的是这些 你给我的只是加索 我们看到索罗门 对希兰 希兰这个供应 他一切所需要的人 他对他原来 真是很 很明 我们看到索罗门 对这个供应 他一切需要的希兰 真的是 很明 很刻薄 给很少的地 并且是不毛之地 而且是不毛之地 但是对我来说 但对我来说 对我们今天来看 对我们今天来看 对贝鲁的以色列人来看 没错 希兰帮助你 给你这么多东西 没错 希兰帮助你 给你那么多东西 地是耶和华的 给以色列人的产业 第一是耶和华给以色列人的产业 不可以分给外人的 不可以分给外人的 甚至以色列人当中 也不可以在分地之后 螺移边界 为什么要把加利利 这个地方的地 以色列的地 给外邦人呢 为什么要把加利利 就是以色列的地 给外邦人呢 神的戒命在哪里 神的戒命怎么讲 纵然这个地方 是不毛之地 就算是抗野 你都不应该给人了 纵然这地是旷野 是不毛之地 你也不可以给人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 应许之地来的 这是神给我们的 应许之地 为什么你为了这些物质 然后将这个地 就送给别人呢 你为什么为了这些物质 然后把这个地 就送给别人呢 而且送给他的人 那个人 都不想要的 而且送给 那个接受的人 也不想要 他也不满意 索罗门其实是一个 不守戒命的人 索罗门是一个不守戒命的人 一个愚蠢的人 是一个愚蠢的人 第十五节开始 就讲到 他见到十三样的project 建造耶和的电 和自己的工 第一第二 第三个project 就是米罗 米罗的project 其实是很大的工程 那个是很大的工程 罗邦安就是监督这个工程 耶罗邦安就是监督这个工程的人 最后他起来反所罗门王朝 最后他起来反所罗门王朝 十个支派被他带走了 还有很多的project 还有很多的工程 还有这些project 是不是神要所罗门做的呢 不是的 这些工程是不是神要所罗门做的 不是的 还有 用什么人来做这些project 他用什么人来做这些工程呢 第二十节 至于国中所圣下不属以色列人的 阿摩利人 客人 比利洗人 欺美人 耶布斯人 就是以色列人 不能灭的所罗门 挑取他们的后绪 作福福的努布 直到今日 第二十节 至于国中所圣下不属以色列人的 亚摩利人 赫人 比利西人 西美人 耶布斯人 就是以色列人不能灭尽的 所罗门挑取他们的后裔 作福古的努布直到今日 对于这些美灭的迦南人 对于这些还要美灭的迦南七族里面的人 神说要消灭的 神说要消灭的 现在是太平盛世了 现在是太平盛世 所罗门有一切的权力 所罗门有一切的权力 但这些人又没有杀 这些人没有杀 其实为什么不杀呢 为什么不杀呢 这些人应该很多 和以色列人结了婚 这些人应该很多 跟以色列人结了婚 那所罗门怎么做呢 所罗门怎么做 就不杀他们 就不杀他们 但又看他们的经济价值 但是又看到他们的经济价值 于是就用这些人来做苦差 于是就用这些人做苦差 一个的皇帝是不是很有聪明智慧呢 从世人来看是真的 但是从属联的角度来看不是 他现在有一切权力 他应该做这个选择 我们看到最后尼希米 在第三波的复兴当中 他就要以色列人 和他们外邦人的妻子分离 在第三波的复兴中 他就要以色列人 与他们娶的外邦女子分离 他很生气 但以色列人一直都不行 他们就是喜欢外邦女子 他们就是喜欢外邦女子 但现在所罗门王 自己看到这样 他都不去着手去跟从神 所罗门现在看到这样 他也不找手来跟随神 以至最后 去拜他们那些神 就是离弃耶和华 去敬拜侍奉偶像 去敬拜侍奉偶像 我们看到 第24节 法老的女儿从大卫城 搬到所罗门 为他所建造的宫女 那时所罗门才建造米罗 这句话特别 来到这里才补充 这句话很特别 来到这里才补充 其实之前就可以讲的 其实之前就可以讲 或者已经讲了一遍 但是为什么 《猎王记》的篇者 来到这个时候 才再写下这件事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为什么以色列人 为什么所罗门不杀这些外邦人 因为跟他们结婚 而所罗门自己也是 甚至为他建造王宫 为一个外邦女子 皇帝是这样 皇帝是这样 白姓也是 最后整个国家就去拜偶像 最后整个国家就去拜偶像 第25节 虽然讲到所罗门 他每年三次都去敬拜神 去宴祭 所以他是拜耶和华神 所以他是拜耶和华神 也都让他的太太 让皇后 让其他的人去拜偶像 同时也让他太太 让皇后 让其他的人去拜他们的偶像 我们看到 是神向 这个所罗门显然的 第二次显然的时候 我们看到神第二次 向所罗门显现的时候 其实所罗门是做了这么多 最后一段 我刚才很快跳过去 就是他发展海运 最后一段我很快跳过去 就是他发展海运 他是要真的在世界上 去用他的聪明智慧去赚钱 但是他经营神的同在 但是他经营神的同在 有多少呢 就是一年那三次 就是那一年的三次 其他的全部都是为自己 其他全部都是为自己 以色列人反省 以色列人反省 他们觉得所罗门 他们觉得所罗门 种下了祸根 最后神的荣耀 是退去 失去 最后神的荣耀 是退去了 失去了 在他们失去神的荣耀之后 他们痛定失痛 把这段既荣耀又惨痛的历史的开头写下来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只是二十年而已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才二十年 告诉大家 我们没有建造到米罗 因为二十年是建造耶和华的店和王宫 第一节目 如果你是这二十年来 你又参与建店 这二十年来 如果你参与我们的建店 但是你的心也不断建造自己的公室 来到这个时候 神仍然跟你说 神也仍然同意你跟你讲 孩子小心 从而你不单止建造自己的公室 你在建造整个世界 你在建造整个世界 建造你的王国 你在世界上有很多东西 你在世界上找很多 你做了很多你不应该做的 你又欺负欺难 你就欺负欺难王 欺负到他难为止 欺负到他难为止 欺难 就是欺负他 欺负他 他难为止 就是你做得很坏了 就是你做得很不好 来到今天一个全新的开始 神仍然跟你说 其实是警告你 神警告你 要紧紧跟随神 不要失去我同在的荣光 不要失去我同在的荣光 神仍然给恩典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来吹角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来吹角 我们也要在这个地方悔改 敬畏十日 敬畏十日 来到就是赎罪节 接下来就是赎罪日 然后才进入住棚 现在我们大家明白 为什么现在我们明白了 终于为什么是吹角赎罪住棚 不是赎罪在吹角 神兴起我们了 神兴起我们 是一个新的开始 但是我们要认罪 我们要让神的荣耀在这里 我们要对付自己 所罗门的路我们不要走 我们要走属神的路 求主帮助我们 神兴起我们 带着着羔羊的补血 是主帮我们来到你的殿里面 来去敬拜你 我靠着住家人的保险 进入神之神之所 天上全心全意全意和全人 来敬拜我全能 之主帮我全能 我靠着住家人的保险 平民之神的保险 来起来我显得世俗 主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主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以为祢是圣洁 圣洁不住 我靠着树架 以为祢是圣洁不住 祢是圣洁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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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自做的是圣洁不住 圣洁不住 好低罢 祢是圣洁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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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 祝我敬拜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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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為祢是神殿 祝我敬拜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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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敬拜祢 祝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以为祢是圣洁 我敬拜祢 以为祢是圣洁 我敬拜祢 以为祢是圣洁 以为祢是圣洁 圣洁 以为祢是圣洁 許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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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 敬拜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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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我们全心全能来敬拜我们的上 Hallelujah 敬拜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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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我们势力在祢的殿中 因为祂是我们唯一的主 祂是我们唯一敬拜的对象 祂我们每一年就是等候 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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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要等候祢的号角响起 祂要等候祢的号角响起 等候祢的星期 等候祢的简旋 等候祢奇妙的周围 祂要今天吹角节我们在祢的殿中 我们仍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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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候祢的再来 祝我们赞美祢 我们在敬畏中我们请号角队来吹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men 祝我们等候祢的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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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们今天的经文 所罗门的生命 祝我们成为我们的借禁让我们悔改 弟兄姊妹我们来为我们自己的自作聪明来悔改 今天所罗门他觉得 我把一个我们不要的地给人家多好 可是他却大大的得罪神愚蠢 因为这个地是神给的 是神给以色列人的 他看为不好 他讹诈人 他又得罪神 他穷毕生的经历 扩展海运 这是让其他的王神魂颠倒的 但是他却没有来经营神的同灾 只是一年三次跟神打卡而已 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如此 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自作聪明 可是对属灵的事我们却是愚昧的 今天让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来到主面前认罪 你按照你可以做到的方式 你或站或坐或归 我们来跟神回盖 主圣灵你来光照我们 你明明把智慧赐给所罗门 所罗门一定也觉得自己很有智慧 主要但是我们现在再来看 却充满了愚昧 无知而且不正直 主要所罗门如同一面的镜子在我们面前 主要我求你光照我们 神灵今天就在你的殿中光照我们 光照我们每一位 光照我们每一位 光照我们的余着 主要我们需要你 我们需要你 我是你光照我们的心 我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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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你的光照 我们的心 弟兄姊妹可以开口 用你耳朵所听见的声音 来认罪 来悔改 跟神说主啊 除灭我一切的愚拙 除灭我一切的愚昧 然后最后我们可以请 有感动的主长 来代表我们来认罪 但是主有很多时候 我们是接受错的 我们还以为自己接受得很好 我觉得我明白 但很多时候原来我所知的都是错的 主要当我每一次自以为有聪明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 我都是不知道自己做出的事是多么愚昧 得罪神 得罪权兵 得罪我的配偶 得罪人 主要是你卸面我们 自以为有聪明感去跟随你 自以为有聪明感去听你说话 其实我们是听不到 其实我是听不到的 其实我是听不明白的 主要你卸面我心里的蒙蔽 你卸面我耳袋里面的发沉 主要甚至我作为太太 很多时候我都会替我的丈夫 比我慢 很多时候我的决定 我总是觉得我比她快 比她我比她 很多时候我只见到 她的不对 但我见不到我的自以和指责 主要我都求你卸面我 自以为聪明的罪 多谢你给我们准备 我们作为父母的 想象智慧聪明 以为在这个世界上教我们的 无论是心理学 无论是教育孩子的教导 我们以为用了 我们就是教好我们的孩子 我们经常都以为自己 给我们的孩子最好 但我们根本就在家里没有绑弱 我们在家里也不懂得去爱 我们在教会所停在一起 我们带不到回家 我们里面充满着梦蔽 充满着自己的邪情私欲 甚至我们心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 还只是活出过上一代的问题 我们带到给我们的孩子 当我们孩子迷失的时候 我们只看到自己的光景 我们和孩子没有连结 我们的孩子被这个世界拉走 都是因为我们 我们做父母的 没有在你面前前尋求你的面 没有将你在圣经里面对我们的交道 和心意活出来 天父爸爸 我知道你仍然给我们的机会 我们来到你面前认罪悔改 我们真的看到自己的物事 求你要说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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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我们来到你面前 主啊我们实在代表 所有我们来承导的 我们说我们切慕你话语 主啊我们说我们切慕你话语 但是主啊我们要跟你说 主啊你赦免我们 主啊你赦免我们自以为聪明 自以为寻求你 主啊但是我们常常就是失败你 主啊我们好像得很多 我们以为我们来了 主啊但是我们就是得不着你的同在 主啊我们可能得我们 跟人之间的相处交往 主啊我们可能得我们来牵了一个刀 但是主啊我们就得不着你的同在 主啊因为我们的心不在你身上 主啊我们心不在你的同在身上 我们日复一日我们过日子 主啊我们每天的早上 每天的早上我们没有期待 我们没有期待你 主啊圣免我们没有期待你 主啊圣免我们没有期待你 主啊我们是基督徒 但是我们过得跟世人一样的生活 主啊我们没有期待我们的生命 主啊从你那里发光 发热 作烟作光 主啊赦免我们 赦免我们 主啊你跟你在死你在 主啊所罗门你跟所罗门说 主啊你在第八章的时候说 祭司从圣说出来的时候 有云充满耶和华的电 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公职 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电 主啊你的荣光充满电的时候 是这么的有能力 主啊是这么的有重量 主啊但是我们领受的好少好少好少 主啊生命我们不在乎你的荣耀 不在乎你的同灾 主啊我们习惯没有 主啊我们太习惯了 主啊我们太习惯自把自为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主啊赦免我们自以为聪明 主啊我们以为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多得到了你的全所有 以玛雷丽的神啊 我们以为你一直与我们同在 但是我们习惯与我们感受不到 你的同在 主啊赦免我们 耶稣赦免我们 主啊今天我们代表我们的同工 我们的弟兄姊妹说 赦免我们连续我们 我们渴望你 主啊我们渴望你的荣耀充满在电中 弟兄姊妹我们代表我们的弟兄姊妹来呼求 说主啊我们渴望我们渴望我们渴望深的荣耀 我们渴望深的荣耀我们渴望深的同在 我们更主来呼求 我们渴望深的荣耀我们渴望深的荣耀 福西八二年新的一年神的荣耀 回到了电中更大更多更浓 祝我们无数的生命我们 祝我们需要祢 祝我们要祢 祝我们的心会转归向祢 祝我们敬拜的生命 祝一个敬拜的心 祝你说你的心你的眼都在你的脸中 祝我的心我的眼啊 我的心我的眼啊 也没有在你的身上 祝我呼求祢 我呼求祢 祝我留意的心 留意的人 要在你的身上 因为人民他与我们同在 祝我呼求祢 祝我们呼求祢的身影 祝我们归在祢面前 祝我们归在祢面前 漫游在你 求你殇滅我們 求你殇滅 求你殇滅你 忽祝我深深呼救你的生命 祝我知罪 祝我的心知罪 祝我們真誠地來到你的面前 求你關照我們 關照我們的心 祝我們悔改成為一個敬拜者 敬拜你 單單敬拜你 祝我們悔改成為一個禱告的人 單單與你連接 敬畏你 敬畏你的花 遵守你的花 謹守你的律力 誡命 典章 因為你是我們的全所有 你是我們的全所有 見點是為了你 為了你居住在其中 敬拜是為了你 因為你的名配得尊榮 因為你的名配得尊榮 祷告是為了你 跟你有更深更美的團結 主啊 你全然以我們為你的滿足 主啊 我們要跟你說 我們全然以你為我們的滿足 我們全然以你為我們的滿足 教正我們的心 教正我們的靈 教正我們的行為 鬼詐 謊言 欺騙 訛詐人的 我們奉著的名宣告 我們棄覺不做 棄覺不做 貪小便宜 我們棄覺不做 主啊 賜下給我們敬畏你的真智慧 主啊 我們單單敬畏你 單單敬畏你 主啊 國為你會堅固 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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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的能力 是你的手 主啊 我們單單 定盡在你身上 主我也要說 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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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你就有永遠 因為有你就有永遠 我們就有永活的生命 與你同在 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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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别无所谓 只愿你总在永远停留 我别无所谓 我别无所谓 只愿你总在永远停留 只愿你总在永远停留 顶姐妹 弟兄姊妹 神今天提醒我们 我们要效法大卫 不要效法所罗门 我们要像大卫那样存诚实正直的心 我们要像大卫那样存诚实的心 遵行神一切的吩咐 我们看到所罗门 他这里挑选那些外邦人 我们看到所罗门在这里挑选那些外邦人 就是亚摩利人、赫人、比利西人、西魏人、耶布斯人 这五族的人起来做苦力 这里有多少人 我们看前面第五章 我们看前面第五章 十三节 十三节 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人中挑取福福的人 共有三万 所罗门从以色列人中挑取福福的人 共有三万 每月有一万人上利巴伦去 第十五节 所罗门用七万钢台的八万在山上做石头 十五节 所罗门用七万扛台的八万在山上做石头 这里起码三万人 这里起码就是三万 还有另外十五万人 还有另外十五万 福福的 福福的 并且我们看到所罗门对希兰是很势利 其实我们看到所罗门对希兰王是很细利的 我们看他对一些福福的人又会如何 那我们看他对福福的人是怎么样 所罗门已经过去了 所罗门已经过去了 今天我们在香港 那我们今天在香港 或者你在线上 你在你自己的地方 或者你在线上 或者在自己的地方 我们怎样对待我们的工人 我们怎样对待我们的工人 对待我们的下属 神吩咐所罗门的就是要将那些的加南七族全部灭绝 神吩咐所罗门要把加南七族全都灭绝 那今天我们又怎样看这节圣经 那我们今天又怎么看这节圣经 在你家里的人 在你家里的人 在应许之地里面的人 应该全部都是属于神 应该全都属于神 不要拜偶像 所以我在这里我都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讲 所以在这里也跟我们弟兄姊妹讲 在你家里你的工人 在你家里你的工人 你都要带他们认识神 你都要带他们认识神 不是将他离开 不是把他炒了 如果你现在你家里的用工 是拜其他的 如果你家里的用工是拜其他的 我们要改变他 我们要来改变他们 让他信耶稣得救 甚至一起来服侍 甚至一起来服侍 我自己对我们家里的工人就是这样 我自己对我自己家的工人就是这样 并且我讲明一定要回611 并且我讲明了一定要来611 因为我是一个主任牧师 因为我的工人都要回我的教会 我是这里的主任牧师 我的工人也要回我的教会 我对我的工人好像 爱自己的女儿一样 我对我家的工人就像对自己的女儿 照顾她 帮助她 照顾她 帮助她 教她 教她 弟兄姊妹 我都鼓励我们大家都这样做 不要剥夺他们 不要剥夺他们 我们代他们要比政府的法力更好 我们代他们要比政府的法力更好 我们更加要跟他们分享神的爱 我们更加要跟他们分享神的恩典 但又不是没有原则 又不是变成祂是主人 你是工人 不要变成祂是主人 你是工人 你千万不要煮饭给你的工人吃 你千万不要煮饭给你的工人吃 那是祂应该做的 也不要让你的工人跟你同台吃饭 也不要让你的工人跟你同台吃饭 以为这样就是爱祂不是的 工人要有工人的界限 工人有工人的界限 明白吗 但是我们要代祂好 但是我们要代祂好 所罗门代希兰不好 所罗门代希兰不好 对福福的人也不好 对福福的人也不好 但是我们要改变 但是我们要改变 我们一起 大家跟着我们祈祷 大家跟着我祈祷 一起祈祢 主啊今天是吹小日 我们在这个殿当中 我们在祢的殿中 与祢立约 我们要紧手遵行祢的律例典章 我们要紧手遵心祢的律例典章 效法大为一切所行的 全诚实正直的心跟随你 紧诚实正直的心跟随你 紧手祢的话语 求祢继续永远与我们同在 我们愿意用爱去对待我们家的工人 我们愿意用爱来对待我们家的工人 不欺负他们 不欺负他们 不扼诈他们 不压诈他们 不压诈他们 我们要让他们认识你 我们要让他们认识你 一起到殿中来敬拜你 因为我们整个家庭都是侍奉你 因为我们整个家庭都来侍奉你 我们不要让我们家有偶像 我们不要让我们家里有偶像 我们也不要去跟随任何的偶像 我们也不要去跟随任何的偶像 我们要所有的人都离弃自己的偶像 来跟随你 我们要所有的人都离弃自己的偶像 来跟随你 正如我们自己一样 我们都是离弃偶像 我们都是离弃偶像 来敬拜三一真神 来敬拜三一真神 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 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 主是你让我们这样的生命能够传递下去 主你让我们这样的生命可以传递下去 也对付我们心中的软弱 也对付我们心中的软弱 让我们先神后人在大地 让我们先神后人在大地 我们愿意紧紧地跟随你 我们愿意紧紧跟随你 我们举起双手 圣灵求祢祝福我们 生命求祢祝福我们 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 改变我们心思意念 除去我们的恐惧 除去我们的恐惧 让我们全心正直地跟随你 让我们全心正直地跟随你 主要祢的同在在我们的殿当中 主祢的同在在我们的殿中 不要退去 不要退去 不要退色 不要退洗 祢的荣光继续充满 祢的荣光继续充满我们 正如现在的阳光充满我们一样 主要祢照耀着我们 主要祢照耀着我们 带领着611 带领着611 从我们这一代 从我们这一代 下一代 下一代 再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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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千代万代 直到千代万代 直到你回来为之 直到你回来为之 主要现在是新的开始 主要现在是新的开始 我们将我们自己 我们的电 我们的电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每一代 我们每一代 都呈现在你面前 献上我们自己成为活祭 求祢的荣耀 不间断的充满我们 你大能的手拖大我们 你大能的手拖大我们 带领我们经历一切 带领我们经历一切 胜过一切的环境 胜过世界 胜过世界 主也都让我们 也让我们 在万有之上 在万有之上 为祢来治理大地 为祢来治理大地 将祢的荣耀充满全地 将祢的荣耀充满全地 主祢帮助我们 祢帮助我们 赐福给我们 赐福给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命 奉耶稣基督的命 阿们 哈利路亚 多谢主 祝福大家 多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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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主